您找谁 朱铁四 是我前夫 很亲密啊 我跟老朱 什么都没有 以我对他的了解 我信 那你 可是我要是不说的话 谁会信呢 都是女人 我就不绕圈子了 朱铁四 他把北京那点产业都给我 自己跑到这儿来办厂子 他以为这样就能跟我画清楚界限了吗 要是没有我 怎么可能会有他今天 如今的成就 如今的人脉 如今的资源 要是把他打回解放前 他顶多就是一个混机关的 他跟我分得清吗 你没有必要跟我说这些 当然有必要 大家都是女人 我得给你提个醒 你可能得另做打算了 摆在他面前的选择 只有两个 一 放弃他所有的产业 二 跟我复婚 你说 不论是哪一种结局 你是不是 都应该重新做打算了 我现在相信了 你们之间 的确没有感情 所以我们之间更像是 曾经的生意合作伙伴 而且没有孩子 我欣赏你的犀利 但是你要知道 你的这种犀利 对他是一点帮助都没有 你很爽气 但是我也要提醒你 你的爽气配上你这张脸 半点女人玩都没有 好 人也认识了 话也说了 我该走了 照片送你了 你们没有感情 你会接受他吗 女人打仗 喂的都是一口气 华建平 华建平 onen 客气 也发不应的 wij生こと 能跳运 我悄下 人能不拒 这样 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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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atch 来 再给你添点饭吧 嗯嗯 伟林啊 身形俊朗却有才情 治过赢车终究是难以避免哪 夸你儿子呢 是吧 我倒真希望你儿子出门有车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说伟林的本质还是不错的 有些谣言呢 是不能往心里去的 什么 什么谣言呢 你没听说有关他的谣言 像什么孩子之类的 华建平 我要不是看着你刚出来 我说话我就难听了 不是 你说 你说 不是谣言 是事实 去年小雨怀孕了 好嘞又打掉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儿子有本事重 没本事养 你跟我这儿说什么片谈话呀 上什么眼睛啊你儿 男人长得好看管屁股 我倒真希望你儿子像那贪安似的 出门有车 对对对 算我多嘴 算我多嘴 好吧 老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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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收到点了 老花 不开门踹了啊 小雨的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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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老花不在 呦 那去哪儿了 我哪儿知道 吃饭不叽叽 思想有问题 啊 这两天 我落了一种不祥的雨啊 这老小子 老是狐狸狐怪的 不过是生什么事儿不了 雷锋 果然是你啊 欢迎你来我们的公司啊 没想到您还记得我 真挺荣幸的 我当然记得了 我跟你说啊 你的世界啊 是在我们全公司啊 已经无人不小了 对了忘了问你了 叫什么名字啊 我姓胖 我叫胖伟林 谢谢 来 喝茶 别客气 咱们先定个原则 如果不牵扯咱俩 利益上的事情呢 那今天呢咱们就不谈事情 只需感情 好吗 你怎么这个表情啊 我想 我想向您求份工作 这算不算对双方有益之事 那你带业务过来了 没有 我以前做美术相关的啊 但我想改行 这么说你就一点经验都没有 我可以学 那你说哪家公司会愿意录用一个 还需要花时间去培养的员工呢 不是啊 是 您之前不是说有困难可以找您 就您给我明辨的时候 酒后的话你也当真啊 我 我 我还真上心啊 那就是你的问题了 冲总 我跟您实话实说吧 我已经很久没有工作了 希望您能帮我一把 我相信通过我的努力 行了 小伙子 我呢 跟我第一任老公离婚的时候呢 我就有了够花销的钱了 我跟我第二任老公离婚的时候呢 我就有了自己的房产了 我跟第三任离婚 我就又有自己的公司 我跟你说这些 就想告诉你两点 第一点 如果人想往高处走的话 就得在台阶上的台阶 如果第一层台阶都塌的话 那你凭什么让别人相信 你还能往更高的走呢 第二点 如果想成功的话 眼睛就得看得准一点啊 酒后那句话你就会当真啊 谁是打岔的 谁是认真的 作为你来说 你这心意啊 要跟明镜一样 知道了吗 谢谢啊 给我这么宝贵的意见 拿酒了 你们这一定是钱 有 Click謝謝你 你这没办法 你 expected 找人计划我们? 找我什么事啊 每回都是你先到 什么事啊 就那个 你的朋友有情科 老朱会不会有什么开心 怎么办啊 还没找着工作呀 不是 有家公司定我了 是我觉着不是太理想了 又跟我撒谎 没有 泡海贸易公司 这个是我老板 贸易公司 你一搞美术的 去烧贸公司干吗呀 我明白了 是沈宇觉着不理想吗 她怎么那么不懂事啊 工作不好找 现在这个地方待着怎么了 管你专业对不对口呢 要外头她养你啊 文艺青年真的是 扣个鼻子都矫情 我告诉你啊 老朱绝对不会戴有色眼镜看人的 但是 找她帮忙也得有一个过程 在这过程当中 她就得心甘情愿地供着你 谁都乐得闲在家里当大爷 你真是误会了 是我自己心里不平衡 我让老朱帮你问问 算了呗 还是别麻烦她了 干嘛呀 你还说不得了 是你醍醐灌顶 你让我认识到啊 有犹豫豫是不对的 我没有调整好形态 其实贸易工是挺好的 怕能力吃饭 多劳多得啊 有挑战 你有意思吗你啊 小薇 是我能力不够 跟沈宇没关系 你骂她 就是说我邀言 我先来了 先走了 好 拜拜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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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怕了培训班 就好好学 别偷懒 我就怕跟不上 你看这名单上面 不是这主管 就是那经理的 就我啥都不是 有压力才有动力对不对 也是 起点差 就不怕成绩差 好了 先走了 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 等一下 那个 我发小 华伟林 你之前见过她的 她想换个工作 你可以帮上忙吗 做美术编辑的事吧 相关的都可以 她专业能力特别强 就是 就是有前科 不过不是蓄意的 是青春期叛逆的那种 现在不会了 华美广告 一直承接公司的业务 我怎么主管说一下 应该没问题 真的吗 有前科也没有关系啊 要图发展 就不能和历史交近 不过 你让她请我吃饭 朱总赏脸 小的闷求之不得嘞 谢谢 怎么了 又闷头闷脑都不理人 不是怕影响你吗 看资料看着都快累死了 头晕眼花的 你还没说呢 那公司行不行啊 挺好的呀 反正怎么样 都比杂志社强呗 那你早上出去的时候 还兴致勃勃的 回来学年了 是不是职位不好啊 没有 就是觉得 有点压力呗 是 怕做得不好吧 不至于的 肯定要好好干 对吧 谁啊 谁啊 北林 你的事情我已经帮你 跟老朱说了 朱总啊 我看您挺忙的 还专程打电话鼓励我 您放心吧 我一定会尽快说短这个 转星期 你是不是说话不方便呀 不会不会 年纪轻轻的怕什么辛苦呀 天道酬勤吗 只要我努力 肯定没有做不到的事 您那么器重我 我肯定也不能 让您失望的对吧 谢谢啊 不是 好 你看 我老板特别器重我 专程给我打了个电话 所以 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加油 女人奴 随你的便吧 我又不是你女朋友 干我鸟事 闲吃萝卜蛋操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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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